双十国庆日众人庆祝中华民国113年生日 但您知道元旦1月1号也是中华民国的生日吗 有资深媒体人在脸书分享五个国庆冷知识 实际街访民众大多人都不知道中华民国的生日其实有两天 另外总统在国庆大会上不会唱国歌是因为基于刘神上的安排 还没有到国家元首上场的时间 还有哪些冷知识带您来看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双十国庆这天大家聚在一起欢庆节日 而国庆藏有五个冷知识您知道哪些 两天生日国庆日元旦 对 几月十号 那另外一个你趁在看 另外一个赵楠 在元旦升起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是可以一起到总统府街 就直接入场 这个我知道 我们通宵到天亮直接去升起就回家了 民众听闻解答直呼真的是冷知识 有资深媒体人在脸书 剖文分享国庆五个冷知识 第一中华民国每年有两天生日 分别是双十国庆和一月一号元旦 第二国庆大会是由国庆筹委会 成全民意志举办 总统不是主人只是受邀同欢 冷知识三国庆大会上在镜头前 民众可能不会看到总统唱国歌 看看镜头前播出的大会流程 早上十点国歌领唱唱完后十点零三分 国庆大会主席韩国瑜致辞 直到十点半再由总统发表演说 根据丑委会人士指出 事实上每年国庆活动 分为总统府前广场和总统府内 基于活动流程安排上唱国歌的环节 还没到国家元首上场的时间 第四国庆大会上民众想要官礼 都需要事先献上报名 对比元旦升旗 民众则是可以自由到总统府前 参加升旗典礼唱国歌 国庆五个冷知识一次看懂也意外掀起 网友讨论 记者李承宁 叶林凡 台北报道